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在人间 有时候痛苦不可避免 因为有了痛苦 我们才会面对 因为有了痛苦 才给我们回味 当我们能够真正脱离痛苦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地享受到快乐 所以我们人 总是很难忘记过去 就是因为我们的痛苦 难以忘怀 所以学佛人要常常地 思自己的行为 想自己的作为 要懂得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 这个人间 给我们的很多的 面对痛苦的挑战 我们怎么样 来克服 自己的痛苦 和虚妄 我们怎么样 懂得 让时间 来消除我们的痛苦 因为时间 能够让我们 告别 回忆 所以每一个人学佛 要心中有佛 真正地 能够想到 我们是学佛人 我们就不能 活在过去 要学会接受 要学会忍耐 要学会珍惜 这样你的人生 才不会 消福 消瘦 我们每一个学佛人 都是在珍惜的 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 和每一分钟 我们不让自己 学佛人的心态 去颓废 去倒推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 就是战胜 一切人间 给你带来的痛苦 要战胜它 你就不痛苦了 我们更要战胜 自己给自己 带来的心中的痛苦 所以看破人生 珍惜现在 你一定才会有 美好的未来